你相信光明吗 相信 你就是指手冠冠主 我相信 也只有你才会质疑我的道路 我不可以离开 你却可以过来 上船吗 死木生心桃 枯树又逢春 你会再一次走向光明 那日龙庆皇子与宁缺在荒原比试 其料宁缺竟率先破镜 一纪元十三剑直接射穿龙庆胖 一剑废除齐气海雪山 自此这皇子的骄傲被彻底粉碎 如似一句拖着报废皮囊的行事 唯有花痴陆成家对其始终不弃 得知此事后踏遍荒原雪山 方才在河边寻到落魄的龙庆 可即便如此又怎样 自己再也不是那万人之上的光明之子 过往所有的将往 所有的荣耀 不过是为了给最后的父亲所助长吧 气海雪山被废 将再也不能修行 这般苟活又有何意 你还有我的爱 不要怜明我 龙庆一把推开陆成家 只觉着花痴是来看自己效果 你是高高在上的月龙国公主 我又有何颜面做你夫婿 当下解除两人婚约 浑浑噩噩的离去 可陆成家哪里肯放弃 他从骨子里深爱着龙庆 甚至想用身躯唤醒龙庆对生存的渴望 可欲是如此 龙庆欲是觉得这只是陆成家对他最后的怜悯 当下恼羞成怒转身离去 曾经的光明之子 如今竟沦落为沿街药饭的乞丐 甚至还因擅闯他人地盘 而被众乞丐围 一路尾随的陆成家心中不忍 一道天地元气使出定住了众人 可这一切在龙庆眼中 无疑是将其最后一丝尊严按在地上摩擦 陆成家心中一痛 想不到龙庆竟会这般决绝 当即转身哭泣离去 转眼不知过了多久 龙庆辗转流落到南海某一处乡村 本以为自己从此将与世无争 偏偏看到海面上进站立人 龙庆一眼认出 此人便是只手冠冠主陈某 脑海中清晰地记得在自己二十两人的对话 你选择光明 光明必选择你 光明不灭 浩天永存 可如今 自己显然已被光明遗弃 哪里还有颜面见冠主 你选择黑暗 光明也必拯救你 听闻此言龙庆早已泣不成声 难道真的可以再重来一次吗 龙庆此时如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他深知之手冠冠主是怎样的存在 尽管被夫子压制驱逐南海无法上岸 可毕竟是与夫子同时代的产物 定是拥有首眼通天的大脑 我知道您是谁 也知道为何您只能待在那 我相信 也只有您才会质疑我的道路 听此龙庆 拜见冠主 果不其然 冠主给了龙庆一株新的本命物 死木生星桃 枯木又逢春 你会再一次走向光明 冠主又给了龙庆一枚信物 让其去知手冠重新修行正道 知手冠号称西陵不可知之地 自有其强大之处 此处存放着六卷天书 日落沙明天道开 波摇石洞水赢毁 这能开天的秘法 每一卷都蕴含着极强的力量 可这天书岂是随便一个废柴都能开启 随手拿起一本落字卷 便已是感到头晕目眩 看到日字卷上记载的当时强者 龙庆心中暗暗发誓 终有一日将会夺回所失去的一切 宁军 从今日起 我将重新活着 从今日起 你将走向死亡 龙庆为了重新正道 放下了皇子的尊严 在枝手罐中每日挑水匹柴 将那脏类的粗活全部揽下 不求其他 只为磨练星星绝境农春 可饶是如此 依旧无法压抑心中对强大的渴望 趁师叔不在之际 偷偷拿起那天书杀自卷 此书中记载佛 道 魔各宗秘法 仅此一眼 龙庆便被一道魔宫吸引 此法如同饕铁 稀释他人强大自身 可龙庆此刻修为实在太弱 还未来得及修行便已被这天书反噬 幸好师叔及时将其救回 可那魔宗法门早已让龙庆不能忘怀 每日刻苦修行 只为早日重回巅峰 这日龙庆如往常搬行在山间 呼听一道诡异呼唤传来 寻声探去 竟是一山洞 山洞之中竟有一神秘的老者 您是谁 您的下半生 去哪了 妖斩 是这个世上最残酷的死刑日 妖斩而存活 莫非您是月无尽的圣人